請各位來認識一下,因為我們現在玩真的嘛 我們就進到這個block裡,這個不用註冊,一樣點到它之後按一下 就可以打開了 那我就要請各位來看一下,第一個因為它有 雲端片上線,所以有一個提示,沒關係,把它關掉就好 好,我把它拉出來 我們要請各位來看一下 右手邊,我們剛剛還有一個模擬器對不對 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這兩個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我把這個都先關掉 看起來都一樣對不對 請問哪裡不一樣 體驗版 喔,不錯不錯,體驗版 好,這裡不一樣 請問還有哪裡不一樣 蛤 網頁互動 網頁互動 有啦有啦,它也有網頁互動啦 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網頁互動,我沒有讓它出現而已 有有有,這裡有 還有沒有哪裡不一樣 快點喔,大家要早茶喔 現在只找到一個 垃圾桶的位置 喔聰明 對,因為有人 有人反應說垃圾桶太遠 所以就改來這裡 真的 真的 你看現在邊,外邊大 連環塾桶這樣也說 所以現在有這種改來這裡沒有錯 還有哪裡不一樣 蛤 資料庫 對,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 這一種的類別 好像跟這邊類別不一樣 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早期是這一種 那後來因為元件越來越多 所以他就把它再歸納整理一下 歸納整理一下 當然這裡也有資料庫 好,也有資料庫 好,還有沒有 這裡還有嗎 這裡還有哪裡不一樣 給個提示好嗎 上面這裡 哪裡不一樣 下載 下載 那個燒杯的旁邊 燒杯的旁邊 多一個 這個 這個叫做載入範例 沒錯 你知道嗎 除了剛剛垃圾桶 有人比較懶以外 有的人連城市都懶得寫 所以就載入什麼 我要寫了一滴燈 好 寫好了 你看 屁股成這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裡有載入範例層次 範例積木 所以如果你不會 沒關係 你會選就好了嘛 他內接就有一些 好,就直接叫進來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哪裡不一樣 沒有房子啊 因為已經不是模擬器了 有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好,好啦 就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你可以發現 有一些不同 那原則上以後的主要的 正式用的介面都是像左手邊一樣 只是呢,如果你到他雲端平來 資源的這些元件會更多 會更多 這樣有了解的 那你先 已經先稍微認識了這個blockery的介面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試看看喔 如果 為了各位 以後學習方便 我們還是不要 用載入範例的可以嗎 因為你還是要稍微先看一下那類別在哪裡 所以我就把它丟掉 我們就不要偷懶 你來看看 這裡 一樣的 但是我們要做之前 我們大家要先把那個 LED燈把它先接起來 所以我這邊先停一下 我們先 請各位回頭來看一下你剛剛這個 建議各位 你要接上元件的話 請你先把電源關掉 就是 先把這個電源 拿出來 各位你不要拔 開發板這邊 因為這樣你比較容易弄壞嘛 對不對 你拔哪一邊 插電腦那一邊可以嗎 USB的那個頭那邊 這樣是比較容易 用 你就先斷電 那麼 在你的這個盒子裡面呢 麻煩你 你可以找一下 有沒有裡面有三顆LED燈 紅色 黃色 跟 綠色 看你要挑哪一顆 隨便你 好不好 你就挑一顆出來 看你要挑哪一顆 那我剛剛有給各位看過 有沒有長短腳 有對不對 在這邊 好 那怎麼接 我們來看一下 順便考一下各位喔 請問 長腳是正極還是負極 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 一定有同學會忘記對不對 所以 我可以用一個小工具嗎 老師可以隨機抽人嗎 這裡 我沒有隨機打人喔 我只有隨機抽人喔 我抽兩位出來試看看好嗎 唐先生 請問 你看我不小心認識他的 這個 哪一個是正 哪一個是負 長腳是正 那所以短腳是負 好 那另外一位呢 另外一位同學 你的答案跟他是一樣的嗎 很一樣 蛤 你會唱 浴可維那一首歌嗎 一樣 長腳是正 對啊 他不是有一首叫暖清嗎 然後 剛開始就有一個口白 YES 好冷喔 好啦對啦 長腳是正極 短腳是負極啦 好所以呢 那 因為我們的腳位上 這裡 有沒有一個GND 有對不對 這裡啊 我現在指的這邊 只有一個GND 那 因為呢我們有毛毛蟲的 這個是跟我們的 三色耳機針是相同的 所以我就不接15喔 有沒有 我就接2 那請問 可以劈腿嗎 可以嗎 可以啦 稍微拉開一點點 OK嗎 因為這個有點距離嘛 所以拉開一點點沒關係 但是不要完全 到平 好嗎 會斷掉 好 你看一下喔 這邊 我長腳接02 短腳接GND 這樣OK嗎 好 那你就慢慢的往前推 不用太大力啦 就推不進去就算了 就 就是停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 你硬體接好之後 先給隔壁同學檢查一下 因為就是有沒有差錯 記得 長腳 接在02喔 我是短腳喔 有沒有 短腳我接在GND喔 所以 放進去 OK 這樣就好了 好 如果你隔壁同學 有蓋章 檢驗通過了 那就OK 那你就可以開始把它 接上電源 這樣有沒有跟我們剛剛用模擬器的意思一樣 先把硬體是不是先接好 對不對 才插上電源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來 來寫積目 好來寫積目 這樣了解 硬體都好了我們就 從軟體囉 你看 開發板 這裡有沒有 開發板控制 有一個 拉出來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使用的 這個板子 這裡你可以放大一點 有沒有 這個 積目你要放大可以從下面這裡放大 我們現在不是 馬克一號 是Smart 對不對 板子要選對 第二個 你真的要透過Wi-Fi了 要連出去 但是要連到哪一個 剛剛有沒有 給各位看一個那個 號碼 那個叫Device ID 裝置的ID 那 你如果不確定你的裝置有沒有連上線 我建議各位 先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閃電 右上角 這裡 有沒有一個閃電 你來這裡按一下 把你的裝置名稱打進去 記得 有分大小寫 你看 我的 如果你有成功的話 有成功 有成功 這裡會變綠色的 有沒有 表示他已經在線上 Standby了 那如果你還是跟剛剛一樣是紅色的 就 表示你的裝置 沒有連到 網際網路上 你還沒有辦法控制他 好所以我們可以 他這個地方 最主要目的就是讓 你稍微檢查一下 你的裝置有沒有在線上 這樣你比較不用說 到底是我層次寫錯 還是裝置沒上線 現在呢 我的裝置已經在線上了 我現在就在連到這裝置 但是我建議各位 不要再打一次 因為有些人再打一次就會打錯 所以直接用複製就好了 登登 把它按右鍵複製起來 那我滑鼠點到這邊 點在裡面按右邊貼上 點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好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 待會呢我透過一個 Smart開發板 透過WiFi 連到這台裝置 但是我還有一個LED燈 對不對 所以我找這個地方 發光元件 LED燈 你找到這個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都一模一樣 對不對 只不過這次是完真的 但是注意一下 角位 不是死喔 是哪一個 2 對 好 這樣就好了 所以 LED燈 你來看看 會不會閃爍吧 丟進來 拋一下 所以你看我們右手邊 這裡 看它會不會閃爍啦 這樣有沒有亮 這裡啊 是不是就有亮了 你看你的會不會亮啊 你看你的會不會亮 那你可以一併怎麼樣 玩一下互動的 我順便一起講一下好了 你如果要玩互動的 你就把燒杯打開 有沒有都跟我們模擬器一模一樣 對不對 這個地方一樣 麻煩你換到點擊燈號 不過有一個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你看一下左手邊 我們 在模擬器裡面打開燒杯之後 左手邊 是不是有一堆 可以控制互動的 可是呢 在正式的版本裡面 八個裡面 它就是 你有打開哪一個 互動方式 只顯示那一個 互動方式而已 所以今天如果 燒杯沒有開 你有沒有發現下面就不見 有沒有 我燒杯有打開 我切到哪一個 互動方式 就只有顯示 那一個互動方式的 積木 這樣清楚了 所以這個地方 那一樣的 我就快速的把它換成 點擊燈泡 這個我不要了 點這裡 按燈泡 點擊燈泡 我來執行 狀態切換 好發光的也要換一下 狀態切換 OK 所以我就play一下囉 那我就來這邊點燈 亮了 有沒有 點一下 關 點一下開 點一下關 這樣也沒問題 沒有 很快吧 OK 那給你試看看